花林区域连续两天都临确诊 让地方很开心 不过防疫工作还是不可以松懈的 尤其是南区偏乡地区医疗量能有限 消防局指派第三大队的卓西 还有副园两大分队担任在地防疫专折队 加强两队防疫准备出勤反对之后 要确实落实清销储屋 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 虽然很辛苦 不过两队一肩扛起 为南区的乡亲生命安全来把关 5月19号全国进入防疫第三级警戒 消防局第三大队卓西 副园两分队 临维受命成为在地防疫专折队后 除了提高消防员的防护规格及执勤安全 办公厅社也设置防疫专区 防堵交叉感染的风险 从这边过去 这是后面是不是 都不会走到这边 也不会进到里面 在做一个储屋区 在这边储屋 然后储屋完再过去 再上去楼上 截至今天为止花莲累计 共38人确诊案例 虽然多数都集中在市区 不过消防局第三大队辖区 临近光备也有三人确诊 因此复原消防队对于高烧等救护 情务也都不敢马虎 全副武装出勤救护 反对后也遵照SOP清销除屋 至今也有四到五件的防疫出勤案件 虽然过程繁杂艰苦 但能够保护自己与同队友 才有能力守护乡亲安全 情务中心于特殊案件派遣时 均会于派遣台住民案件类别 我消防人员出勤时 都会依局里派遣着三级全部武装 隔离依出勤 于情务结束后返回分队 依规定进行车辆人员清销 于一个小时后才能上线 华联消防局因应国内疫情升温 从5月19号起成立防疫专责分队 现阶段由一大队的和人、仁理 第二大队的万荣、水莲 以及第三大队的复原、卓西 共六队担任防疫专责队 消防局长林文瑞表示 必要时得增加封兵 以及关宁等消防分队 共同为华联乡亲的生命安全 做好严守把关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 好严重 好严重 好严重